其實煮什麼泡麵啊方便麵啊 會煮的跟不會煮的也是差很多啊 像我自己煮泡麵的話 我自己看了都不想吃啦 但是也有那種很會煮的朋友 加這個加那個把它弄得 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也是看起來好像超好吃的 我們找來五星級的大廚師 來教我們怎麼樣可以吃得省 又吃得好 那穿燙熱水方便麵下鍋 經過大火烹煮 一到兩分鐘就能將麵條撈起 將肉麵條放到冰水裡急速冷凍 丟它麵條變得香脆有嚼勁 這道鴨肉冷麵 利用鴨肉 蕨菜 番茄 淋上醬油跟味淋搭配成的醬料 最後配上半熟蛋清爽可口 利用簡單的食材搭配 只要五種配料就能料理出這盤冷麵 只要35塊就能搞定 一般人常煮的湯麵 也可以調配出不同口感 像是這道青石奶油香麵 先用洋蔥奶油提味 等水滾再加上各類蔬果 讓湯頭更香甜 最後下面淋上蛋花 五分鐘不到就能完成 使用冰箱裡都看得到食材 增加湯麵口感 這道料理也是40塊有找 聽起來說油炸過麵條的話 我們在煮的時候 不能過度的浸泡在水裡面 然後另外油炸過麵條 吃起來的味道會有油味 比較不好 那廚提醒方便麵屬於沒事 事先油炸過的麵 能發揮空間更大 利用一點小巧思 自己在家DIY 也能享受五星級的方便料理 中間新聞侯正倫 周宇如台北採訪報導